大家好,我是小胖 咱们今天接着看一下武神坛的另外一场半决赛 观赛方珍宝格,邓南方紫金城 那边福子庙已经进入了决赛 这边的话 反正一个四宝一一个五宝零嘛 所以比赛也是直接打到了整整两个小时 足足两个小时 我直接咱们看一下后半段就算了 那观赛方选择上的是一个武装冠 单攻配合着花果加咒识 配合着地图化生死 观赛方这边纯粹上了一个 相当于是花果山加咒识普国的武装国标 相当于是一个国标阵 只不过偏防守的一个国标 开了一把雷阵 那对赛方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盘斯 三封体系配合化生死保持一个咒识 所以说 太消耗了 对赛方倒是能点死 把观赛方花果山给弄死了 观赛方有个薄荣环节花果山 但是对赛方他毕竟没有地 所以牵制力会差一些 咱们看一下花果山这边的一个状态吧 漫天已经飘满了 也有正要令旗 两层的小旗子金刚也加上了 就说白了就多了一个正要令旗和三把漫天 19%的一个伤害 观赛方化生死 也没有点猪天康复的那一炮金脉 那对赛方呢 零元没有的 零元 五点零元 两点零元 三点零元 没有零元 那观赛方这边一点零元 七点零元 三点零元 六点零元 四点零元 那观赛方这边的零元 是要比对赛方要多一些的 这花果山神针汉海也是一把刮沙 打不出伤害 也比较的难过 整体从药品方面来看 你想想打了70回合 打了70个回合 对面女儿还有17个药 磐斯还有16个药 武装还有12个药 除了对面 普特跟化生死稍微吃了点 其他三个单位 可以说基本没吃药 因为72回合 剩下11个药也没咋吃 72回合总共吃了9个药 基本就没吃药 8、9回合才吃一个 那女儿更离谱 还有17个药 观赛方没磐斯 所以就不存在净药这个说法 对面女儿 72回合就吃三个药 你不说我以为 这女儿胡歌开的号 磐斯也就吃了四个 那观赛方的话 大概消耗的有一半多吧 药品有一半多 从观赛方地府的陵园来看的话 观赛方这场比赛 也没有完成什么点上 地府手里的七点陵园 七八五十六 估计认了点陵园 可能也都是房地厅了 可能都是房地厅了 所以说 现在武神坛的话 我都不会做视频了 兄弟们 除了刚才夫子庙和 以水雪山 咱们算差不多做了个完整吧 因为那场比赛打的比较暴力 其他比赛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都是五保零 只能是把后边给大家做一做 大家知道个结果 知道谁进结赛了 知道五保四谁赢了 因为有很多小伙伴 他没时间看直播 他没时间看直播 他可能晚上回来 看一看视频啥子 差不多就行了 全程做的话能 倒是晚上适合兄弟们睡觉 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 是听我的视频睡觉的 这五保零比较适合睡觉 突出一个睡的香 睡的安稳 睡的踏实 再补宝宝 其实从这次五神谈看下来 淘汰赛啊 一场国标没有 一场常规的国标也没有 就是大堂加省林的女儿国标 从昨天小祖赛开始到今天淘汰赛 上国标的啊 就是那套传统国标阵容的啊 屈指可数啊 五场啊 拿五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了 前前后后啊 总共打了七八十场比赛 上常规国标阵容的 说句话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啊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说啊 我估计后续 他们可能在建会 对于阵容会做出一个调整 他们可能建会会 去练习一下其他的这种啊 这国标 练了也白练 根本就没人用 今天淘汰赛啊 昨天小祖赛还有几个团队用的啊 今天淘汰赛 压根一场国标都没有 从十六进八到最后的 到最后的半决赛啊 因为决赛还没打 我也不知道 一场国标都没有人上啊 淘汰赛一场国标都没有 那你说这平时练的意义 其实也就不大了 可以练一练 淋波城啊 或者是花果山之类的啊 我发现这连淋波花果 表现都还不错 尤其花果山 尤其花果山 可以尝试的练习一下 那抽篮 七十六回合了 青一张 大约 辍赛 沙 涂 二川 二川 一川 一川 二川 一川 三川 一千九一千七岁月强后 残琴默默在控花果山啊 观众方 这被封的也难受的啊 你想想对张胖一二三速啊 前五速度对面拿了四个啊 一二三速观众方五中观仅仅拿到一个四速啊 所以观众方虽然上了一个 有一定进攻性的这么一套阵容 啊有一定进攻性 但是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出手 速度实在拿的太慢了 对面一二三 欠三加个五速 你这咋打 没法打 所以说想针对五宝灵的话 他们还得想别的办法 这一套花果山的国标是有点切不进去 有点切不进去 要不然只能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啊 就五宝灵打五宝灵啊 可见后 最后等着系统就可以了 等系统看谁脸漂亮啊 分配一下 那五宝灵 最后一个宝灵也被清掉了 读解精神 对两方还在放点杀 这反应观众方花果成一棍子敲过去怎么办 这也得防呀 就打到这种程度了 他得防点杀呢 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 不过以最量方的药品量 就最量方完全有足够的能力去逆境 药品量现在还够的 人物的速度配的也不错 前三速度都在 所以逆境起来也比较的容易 那花果成刚才敲的一棍子 一般般吧 可以飘再扔过去 不痛不了 魅雅如斯再开起来 至于乾坤再套一下 清新招 清新招 再来一把金清 战敌加起来 事业情况再套一套 对面拿地铃找一找机会 找一找机会 万召万象 躲掉 反正花果成就是一个突破孔 因为他抗性最低 再躲 全是单把 再躲 烈火 还是单把 吸收 就是紫星城 工少 专门搞的这种 用来点杀的法宝王 全是单把技能 但是碰上天道五行 直接头都大掉了 碰上天道五行 这宝宝算是白狗 而且天道五行存在的概率 还蛮高的 因为现在打到五神坛吧 大多数的 比赛里边 都有 宝宝宝 宝宝宝的一个存在 所以这个有电脑五行 是家常便饭 家常便饭 再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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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宝 再躲掉 上古灵魂 这几轮车呀 怎么轮子这么多呀 这骨头有点多了啊 不过关销锋强拉了 点也白点 强拉了 相思寒真 打给谁 打给低 提前打给低 怕关销锋挂小锁 练气化神缺烂了 不过这练气化神也没太大的意啊 实话实话 面对盘斯的被动啊 这个蓝灯跟没有一样 双方现在 反正宝宝是不多了 对面武装跟盘斯也毕业了 场上除了这俩也没别的宝宝 其他人倒是还能出几个 这比赛总共打了85个回合 现在是82回合 也看不出明显的一个优劣势来 但从药品方面来看 对面肯定是 要比关销锋好一些 但终究这比赛 还是耗到了两个小时 还是把时间打完 地府梅兰直接被抽空 触发寒气默默在风中 哎呦你别说这关销锋还真的能杀人啊 一把射魂 居然不把队长风女儿村也弄死了 但弄死女儿村也没有小死亡 没有小死亡的话 也没啥用啊 对面有速度稍后拉起来一口活血的问题 那对面左手之上 来击杀关销锋走势 紫气东来砸了6400 忍风花差一点点 宝宝跟 哎呦出发连了 那关销锋组是不得被压倒 对面拉起女儿 孩子 宝宝要跑 宝宝跑掉 对面女儿反正也站起来了 砸钱 他砸了一下 哎呦这样的话 紫禁城也是赢下珍宝格 进入最终的一个决赛 决杀了关销锋的 宝宝普通